金世佳 他没有姜文的命 却得了姜文的病 上好的演技有两种表现 第一种好事 千人千面 你能从这种演员身上看到一千种可能性 却唯独看不到演员自己 比如梁家辉 他能演得了风度翩翩的公子哥 演得了心狠手辣的黑社会大哥 也当得了畏手畏脚的小弟 在《智取微虎山》里 他饰演的座山雕过于出色 以至于影片结束后 许多观众问 怎么影片里没看到梁家辉 第二种好是千人一面 这种演员不论塑造什么角色 都有着强烈的个人烙印在里面 比如曹操这个人物家喻户晓 老三国演义中 报国安饰演的曹操早已渗入人心 可是之后姜文和余和伟都塑造过曹操 一个让人觉得霸气侧漏 一个让人觉得全谋盖世 两版都带着鲜明的演员个人痕迹 但观众看完不仅不反感 反而惊呼 原来曹操还能这么演 我死了 所以好的演员可以舍弃自己 完全沉浸于角色 好的演员也可以征服角色 不予角色新的生命 接着这个话题 我们来聊一聊演员金世佳 金世佳拥有的是薛定谔的演技 有人夸他演技出色 说他是新一代青年演员的中流砥柱 性格高冷 人也清高 是青年演员中的陈道明 有人却说他毫无演技 他在《和神二》里太油腻 缺少了李谢那样的灵气 那么清高的金世佳到底有没有演技 皮探长的答案不容乐观 就挺可笑的 一 模糊的金世佳 在金世佳主演的《和神二》前 2017年有李现主演的首部和神赢得不俗的口碑 豆瓣平分8.2 这部剧有三个亮点让皮探长记忆犹新 第一是美籍念白式的片头 第二是说舒适的讲故事方式 第三是李现的匹率 彼时的李现还没有火 但他塑造的郭德友这个角色 让你眼前一亮 三年后 《和神二》基本还原了原著小说的精髓 但主角却从李现变成了金世佳 网友夸赞 《和神二》中他的演技比李现更加纯熟 塑造的角色也更加稳重 他的表演也把这部剧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文章开头 皮探长说了心中好演员的两个标准 你还别不信啊 很遗憾的是 纵览金世佳本剧 及过往影视剧中的角色表现 这两种他都不属于 金世佳出道以来 几乎所有的角色 都能看到很明显的表演痕迹 这是演员最浅层的表达 可作品里他演起戏 又似乎有无有样 他似乎是千人千面 比如《爱情公寓》里的展博 和《和神二》里的郭德友 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 他似乎又是千人一面 因为他不管出演什么角色 都把快看看我 多么会演戏这几个字写在脸上 这种模糊的定位 让他处在极为尴尬的位置 以至于35岁了 依然没有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二 金世佳的性格 和影视剧中角色不一样 银屏外的金世佳 总让人有种清高质感 他最早是个游泳运动员 从五岁游到了19岁 拿过青年游泳锦标赛的银牌 但翻看他退役之后 考入上戏 参演演示去细节的经历 其实他真是一个很志傲的人 说通俗些 就是情商太低 很难相处 比如出演《爱情公寓》系列 及《美人制造》等剧走鸿后 他一口气推掉了 16个自己不喜欢的剧本 直接去了大阪留学 专心学习表演礼物 留下经纪公司原地苦叹 比如《爱情公寓》捧红了他 他却瞧不上人家 多次发表抨击言论 这句抄袭是不讲 可是别人都可以骂《爱情公寓》 唯独你金世佳不行 拍戏时 揣着明白装糊涂 收获名和利 拍完后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这两副面孔 可不得给别人留下画笔 你看导演伪正多少年了 一直闷不吭声 默默挨骂 直到前两年 才在访谈里隐晦地表达了 编剧这么写 你让我怎么办 总之入行十多年 金世佳始终学不会如何与人相处 又不愿在娱乐圈入乡随俗 拍了一圈电视剧 把人得罪了个遍 这几年 金世佳重回观众视野 是因为上了综艺节目 《我就是演员》 可在节目里 还是端着架子 滔滔不绝讲了很多表演的理论 但自己的演出 却尬出天际 节目中最让皮探长印象深刻的 就是作品《催眠大师》 表演完毕后 吴朽波提出 再给发挥不佳的金世佳 一个即兴表演的机会 但金世佳当场拒绝了 只解释了一句 我觉得这不公平 表情上则写满了苦大抽身 不管再给机会 是导演组的安排 还是吴朽波本人的想法 不管金世佳本意 是真觉得不公平 还是不屑在即兴表演 这样冷冷拒绝 实在是太让人难堪 哪怕表达观点是柔和一些 现场都不会那般尴尬 节目中的这一场景 也成了金世佳 在演艺圈为人处事困局的缩影 当然我们不能断言 金世佳这样的性格 就是缺点 但绝对也算不上优点 身处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人人都讲究 和颜悦色互留台阶 这样孤僻高傲的性格 注定会束缚他前进 是我对不起他们 我有罪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三 金世佳表演上的 三个短板 说了这么多 金世佳演技究竟有哪些短板呢 第一是声音条件差 189的身高 运动员的身材 可言可甜的颜值 乍一看 金世佳几乎是 360度无死角的完美 但最大的问题是 他声音不行 一个演员声音条件有多重要 不用皮探长多说 各位可以欣赏一下 台词之神王志文的 经典名场面 真是一张口就让人 起鸡皮疙瘩 请问你是 我是一个英雄 这怎么回事 你到底是谁 我是他们的救星 福音 有人说 那也不一定啊 比如周星驰 普通话也不标准呢 他都靠石斑鱼配音的 那真是不了解周星驰了 可以去看看周星驰电影的粤语版 都是他的原因很有味道 很多粤语梗翻译成普通话 反而没那个味道 喂 霞姨 在哪儿啊 关你鬼事吗 你又想怎样啊 我想查多次而已 没有对白那些有没有啊 没有啊 见得不是很清楚样的那些呢 都说没有了 完全见不到那些有没有啊 现在就见你不懂了 不要再烦我了 金世佳在《我就是演员》上 和宋毅表演了一段 催眠大师的小段 观看这场表演的时候 我总觉得 金世佳演得怪怪的 看到最后才恍惚 他的声音不行 读台词 像在念课文 让人出息 我真的想求他们 但是水越来越多 水越来越多 我没有办法呼吸 我真的就是想求他们 但是我当然觉得 我害怕 我不敢 在《和宋2》里 金世佳饰演的主角 也是用着配音 给人一种很强的割裂感 第二个短板是 金世佳的性格 前文我们已经通过举例 分析了他的性格 有人说 就算他不懂处事之道 但演员的性格 和演戏有关系吗 还真有 金世佳是带刺的演员 角色是一张皮 他披上这张皮 从内心就是抗拒的 他始终没法进入这个角色 这也导致 即使他塑造出了这个角色 但观感上会很像是 演出来的 观众欣赏是难以信服 个性太强 是一个演员的最大缺点 那你在生活中说假话吗 不说 我说 同样的演员还有去世的假红生 也是浑身带刺 以至于对演戏充满了抗拒 看到自己演过的电影 甚至会愤怒到砸了电视 有人又会拿周星驰举例 星爷性格也不好 但怎么那么会演戏 那是因为周星驰虽性格孤僻 但孤僻的性格 反而帮助他蜷缩起来 把角色的那张皮 紧紧贴合在自己的身上 有人又说 姜文可是带刺的演员啊 他到哪儿都把个性 发挥到极致 演什么角色 都像演他自己呀 为啥他有演技 那是因为姜文是天才 这事我也明白 天才就拥有情绪自由 姜文用刺挑破了那张皮 他可以把自己的个性 和角色相融合 做到随心所欲浑然一体 同时还能赋予角色 一种全新的表达 金世佳不是天才 他表面上有演技 但这个圈子最不缺的 就是有演技的人 他无法通过一部不好的作品 破紧成蝶变成姜文 最后只能是坐紧自负 金世佳第三个短板是 表演太过表面 好的表演在表现形式上 一定是无限接近自然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系合一 比如李雪剑 在电视剧《黑老头》中有场喝酒的戏 被帕金森政折磨得手不听指挥 但老头自己又很倔强地非得喝一口 在这样的矛盾处境下 李雪剑老师便和自己这双手 开始了缠斗 是要分个输赢 三分多钟一气合成多种情绪交织变换 动作神情结合的天衣无缝 李雪剑亲手示范了什么是最顶级最自然的表演 除了表演要自然外 越平淡的场景越考验演技 很多演员喜欢演哭戏 观众也认为只要哭得好就是好演员 这人十秒钟没到眼泪就出来了 演技能不厉害吗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平静如一杯水的表演才最彰显演技 比如陈道明在电影《归来》中有一场陆燕石弹钢琴的戏 陆燕石楼上低头抚琴 楼下是失忆的婉鱼 倾触琴见的那一刻起 陆燕石便内心澎湃 所有过往涌上心头 但作为普通朋友 他又不得不压抑住内心复杂的情感 只能将所有力量化作到琴声里 直到婉鱼 循着琴声缓缓上楼 将手放在他的肩上 陆燕石才骤然间停止了弹琴 转而一连串的低声抽气 截至转身与婉鱼相拥 泪眼朦胧 四分钟 没有一声嚎啕倾诉 也没有一句台词 但却胜过千言万语 平淡见真功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种总统山的高级别 来要求金世佳 但至少他得把角色演得让人信服 出道十几年也得有几个代表作 金世佳有吗 有人会说爱情公寓 然而爱情公寓第一季里最拉垮的就是他 展伯这个角色比较浅显 模仿的是老友记里的Ross 基本是给你标准答案让你抄 只要口吐零花 演出那种搞怪就可以 有人会说一个勺子 是的 这部戏金世佳确实和以往不一样 但他出演的本身就是个容易出彩的角色 换成任何一个演技及格的演员 都能演出类似效果 而且这个傻子的角色 确实已贴合他性格 怎么说 金世佳遇到了一个适合他的角色 这种适合降低了对他演技上的要求 同样青年演员里王传军张瑜也是如此 观众认可是因为成名角色适合他们 这种角色也相对比较好演 但演员本身表演部分 其实并未体现太多功力 事实上 一个勺子帮助陈建斌拿到了营地 而最佳男配角提名给了本片的王学斌 在包括金鸡奖和北影节在内的多个大奖上 金世佳没有获得任何提名 这部片是陈建斌的代表作 不是金世佳的 金世佳最令人深刻的表演 是他在综艺舞台上 《催眠大师》中的精分表演 虽然他最后胜出晋级 但表演却始终游离在故事之外 首先 他的声音很减分 总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感觉 至少在他说台词时 观众很难跟着角色走 其次 他在舞台上不停地游荡 如同幽灵一般 忽而低头 倚靠着椅子邪魅地笑 忽然间又站起身发疯 动作 神情始终没停过 表面看 每一秒钟都有戏 但整场下来 却没有固定的支撑点 观众只看到 舞台上有一个演员 不停地在演 演得很刻意 却很难看懂 他到底要演什么 连他自己都进入不了角色 又怎么让观众认同角色 四 金世佳需要开阔胸襟 金世佳这种自命清高的性格 在这种时代 是一种反向营销 观众不自觉会画上如下等号 性格不好 等于清高 等于敢说真话 等于会演戏 所以金世佳一度收获 赞誉无数 使得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是会演戏的那一个 所以他才将表演痕迹 恨不得用斧头凿刻在脸上 真厉害 所以他才敢在 我就是演员上 滔滔不绝给导师席上的张子怡 上表演课 他没有姜文的命 却得了姜文的病 好的演员需要开阔的胸襟 才能接纳各类型的角色 才能有延展度 金世佳 想在演员这一行有所突破 必须收敛自己的性格 否则 他不如继续深造学习 在大学校园里 当个表演的理论家 或许才是他最好的归宿